原标题 是一件极具历史影响力的大事件 然而最初在竹河废道王皇后 和册封武则天为皇后的行动上 唐高宗李治是煞费了一番脑筋 但最终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世人都知道 唐高宗李治是在当初照顾父皇李世民的时候 认识了先皇的妃嫔五妹人 由于这一期间还是太子的李治 朝夕照顾在父亲身边 故儿和妩媚娘有了过多的接触 进而彼此之间也有了一些好感 后来王皇后为了对抗失宠而骁的萧淑妃 把出家维尼的妩媚娘从感义寺中召回 让她成为了唐高宗李治的一名妃子 然而尚王皇后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引狼入世妩媚娘 很快就获得了唐高宗李治的清新 成为了唐高宗 在新宠地位还超越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而王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 不断在唐高宗面前说武则天的坏话 但已经深深地爱上武则天的唐高宗 对此不仅不予理会 而且还十分地反感 认为王皇后这是挑拨是非 无理取闹 相反 武则天则稳扎稳打 尽不取得了唐高宗的宠爱 于是 不久之后 唐高宗厌烦了王皇后 打算废掉她 而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然而 唐高宗的这一打算还没有实施 就遭到了以掌孙无济 楚岁良等辅政大臣的坚决反对毕竟 在他们看来 王皇后并没有什么失德之处 作为国母 皇后是不能轻言废出的 为了让自己的救救掌孙 无济站在自己这边 支持自己的这一方案 唐高宗李治甚至放下皇帝的尊严 私下里给他送去了石车金银珠宝 皇帝行贿大臣 而且还是自己的亲戚 这是亘古以来 显有发生的奇闻怪事 不仅如此 唐高宗来扑 隔提拔了掌孙无济的几个儿子 类高级官员 然而 即便如此 掌孙无济也没有丝毫的让步 掌孙无济的这一举动 不仅让武则天非常生气 就连唐高宗也感觉 自己颜面尽事 除了掌孙无济外 楚岁良为了保护王皇后的位子 竟然不惜在朝堂之上当中和唐高宗翻脸楚岁良 不仅摔着自己手中的朝护 而且还不停地朝唐高宗叩头 以至于碰得偷破血流 这忽于电阶 铁金叩头流血 最后 他竟然还拿词官回乡 来威胁唐高宗李治 对此 唐高宗龙颜大怒 当即命人把楚岁良给拉了出去 一边是自己极力想要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一边是朝廷众臣们的极力反对 一时间 唐高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下来 因为唐高宗心中非常清楚 如果因为此事而和长孙吴继 楚岁良等人撕破脸 自己在朝廷众臣中的形象将会大损 不利于自己对国家的统治 然而 唐高宗不甘心 就此败在大成的手下 于是 他把宝压在了最后一位朝廷众臣的身上 这位朝廷众臣 大家都知道李继唐朝开国功臣 明言格二十四功臣之一 在一次李继前来觐见的时候 唐高宗把自己心中的这一苦恼 告诉给了李继 希望他能够帮自己一把 站在自己这一边 然而 李继接下来所说的一句话 让已经为此事伤透脑筋的唐高宗 顿时毛色顿开 有一种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 因为李继告诉唐高宗 这件事情乃是皇帝您的家事 和大臣们没有任何关系 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 对呀 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家事啊 我自己想要修掉不喜欢的老婆 立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为正希 这是普通人家中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于是唐高宗李治就此下定了决心废掉王皇后 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善意遂绝 参考史料 资质通建唐济卷一 白九十九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继世仁